《安史之乱时》 《安史之乱爆发期间,作为真人县令的张旬,主动带兵镇守虽扬,抵抗汉军的进攻,当时虽扬是后方的平长,为了金钟报国,张旬决定死守,安诺山的反叛迅速在全国圈起一阵狂愁,甚至有许多唐朝将领投靠的叛军。 比如张旬的好友灵狐朝,在张旬镇守虽扬城时,灵狐朝还曾来劝详他,结果被张旬痛骂一顿,安禄山死后,他的儿子安庆旭,一心要地拿下虽扬,因为这里地理位置太重要。 面对安庆旭的强攻,张旬只有死守,为了补补士兵的士气,张旬亲自上前指挥,唐朝时候的虽扬城只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市,而张旬没有外人,镇守三个月之后,城中的食物吃光了,士兵们只得抓老鼠而食,后来老鼠也吃完了, 只能吃树皮,草根。 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,张旬时刻不忘给麾下的士兵打气,众人皆为张旬的报国情怀所感动,数千士兵竟无一个人投降,他们也是死效忠张旬,打算给他死战到底。 在这种环境之后,又坚持了两个月,虽扬城中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完了,连弓箭上的树皮都吃光了,但士兵们个个疲惫不堪,张旬见那么多好兄弟陪着自己,于是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 没过多久,张旬就扛着一个大麻袋到城头,把麻袋扔下之后,众人露出好奇的眼神,打开麻袋一看,原来这是张旬小妾的尸体。 张旬杀了自己的爱情,用来给士兵冲击当食物,士兵们瞬间被吓住了。 当张旬命令他们吃,士兵们各个兜了好多天,于是一扑而上,发生了十分惨烈的场面。 由于张旬杀小妾开了先例,士兵们也渐渐放开了心态,守城的士兵吃完女人后,又吃掉了老人、小孩。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,张旬带领士兵守城整整三百多年,最终实在没东西可吃了,敌人也贡献了城市。 张旬被捕,张旬被俘虏之后,安庆旭本来想让他投降,可张旬誓死不从,他宁愿求死也不当叛徒。 公元757年11月24日,张旬被杀,关于张旬坚守孙杨城的事迹,后人有诸多评价,有人表示,张旬的气节和爱国情怀是值得肯定的,毕竟他守城不是为了自己,而是为了国家。 后来朝廷把他追封为邓国公,就是对他的肯定,不过用我们现代人的价值观来看,张旬为了守住城市,竟然与用城中百姓冲击,这有被人伦常理,许多人无法接受,你觉得呢?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